机场被困了一个月之后呢 斯诺登已经在星期四入境了俄罗斯 斯诺登的律师说他获得了一年的庇护期 还有一份工作许可 同时他是被带到俄罗斯的一个秘密地点 那么下面我们就通过连线 请美国基因驻俄罗斯的特约记者白话 来为我们报道最新的情况 白话你好 我们知道刚刚我们也看到了那篇报道的内容啊 是不是能跟我们讲有没有一些最新消息 到底斯诺登现在人在哪里 另外我们刚刚也听到一些俄罗斯的人权活动人士 他们也很关注斯诺登如果入境到俄罗斯之后 他的人身安全该怎么办 那么俄罗斯方面的舆论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对俄罗斯舆论对斯诺登的人身安全呢 这个问题倒没有什么反应 至于说斯诺登现在人在哪里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只是这个律师库奇琳娜他说 为了考虑斯诺登的人身安全问题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对斯诺登感兴趣 那么呢不会透露斯诺登 尝身的任何地点 他还表示呢 斯诺登现在已经确定了他的这个居住地 至于说居住地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圣别的堡 或是俄罗斯其他的别的城市呢 那么现在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库奇琳娜他还说呢 斯诺登在获得这个临时庇护之后呢 他享有这个在俄罗斯领土上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自由 他可以从弗拉比沃斯多克 一直到这个 那个加里民格勒可以这个自由活动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关于斯诺登事件的所有的消息呢 现在都是从那个库奇琳娜 这个他的一个人这个嘴中说出来的 那么库奇琳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俄罗斯的这个知名的律师 但是呢他有这个官方背景 一般都认为这个 他是一个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非常密切的这么一个律师 所以说给人的一种印象呢 就是说整个这个斯诺登事件呢 斯诺登入境这个俄罗斯之后呢 那么整个这个事件都是在这个 俄罗斯官方的这个操控之下 斯诺登好像没有自己的这个 说话的这个机会 至于说斯诺登他自己这个是 不想通这个媒体接触 还是他这个没办法通媒体接触呢 那么现在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斯诺登在机场待了一个多月之后呢 除了他这个召集了一次 从这个俄罗斯所谓的人权人士 还有这个律师的会面之后呢 他没有从任何的一家媒体的记者 进行过这个接触 所以说以后的这个事件如何发展 整个还是一个谜 是白话你刚刚也提到 斯诺登除了得到临时庇护 他可以得到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自由之外 很有意思大家也注意到 他还得到了工作的许可 而且据说这个立刻就有这个单位 提供他工作的邀请 是不是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对有一个俄罗斯的这个社交网站 叫Ukandaki他发音成中文的话叫接触的这个意思 他是一个在俄罗斯呢 跟这个Facebook跟脸书是可以说是定价期许的这么一个社交网站 是非常大的一个社交网站 这个社交网站的老板呢 在这个斯诺登获得临时庇护之后呢 他立刻就提出来想邀请斯诺登到他的公司来工作 一般的分析人是认为这个老板的企图呢 是想这个因为现在斯诺登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人 那么他想借助斯诺登呢 来提高这个公司的这个知名度 除了这个Ukandaki这个网站之外呢 根据这个库切临纳他的透露呢 他说俄罗斯还有很多这个商业公司呢 想邀请这个斯诺登工作 除了这个之外呢 库切临纳还说俄罗斯有很多这个妇女呢 对这个斯诺登感兴趣 给这个斯诺登写信 正正邀请这个斯诺登呢 到他们家里去这个做客 库切临纳的意思说呢 整个这个故事呢 刚刚这个开始 那么斯诺登呢 还想这个完全留在留下来 留在俄罗斯 他甚至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文化感兴趣 那么他读了这个 托斯特耶夫斯基 托斯特耶夫斯基 这个一些这个小说 那么他还想继续深入了解这个俄罗斯的文化 好的白话 我想我们剩下30秒左右时间 我们来看看莫斯科对于美国的反应 我们知道美国提出了 四个字的反应 叫极度失望啊 那么甚至说 这可能会影响到 9月份预定要举行的美俄的首脑会谈 那么莫斯科方面 也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莫斯科方面 对美国的这个极度失望呢 暂时现在还没有反应 但是在斯科登获得临时庇护之后呢 普京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 乌萨克福他过去是俄罗斯驻美国大使 那么他说的是呢 斯科登这个事件呢 是并不重要 这是一件小事 对这个俄美关系呢 并且产生影响 可以给人一种印象 就是说俄罗斯他想极度这个低调 和想淡化这个斯科登事件呢 对俄美关系的冲击 但是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现在非常非常在意 奥巴马总统 是否会这个来俄罗斯访问 是否会到莫斯科 是否会同这个普京呢 举行这个高峰会晤 因为普京第一 再次重返克里姆林公之后呢 他再次执政的一个背景 就是说俄罗斯国内大规模的抗议 另外普京再去西方访问的话呢 也面临了很多的抗议活动 所以说呢 如果普京通奥巴马会晤的话呢 会提高普京的这个微信 在国际社会的微信和这个形象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白话 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那么如果观众朋友们 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斯诺登案的最新消息 也欢迎您登陆美国基因中文网 网址是VOACHinese.com